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起脊椎疼痛的疾病比较多 原因也比较多 可以归为这么体内 第一类就是脑损内的 肌肉的脑损 韧带的脑损 也就是软足的病变 第二种就是出现扭伤 也就是外伤引起的 比如说突然的转动 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转动 小关节的脚锁 这种突然的扭伤 另外一种就是强大的暴力 在局部引起损伤 比如说要想引起腰椎的骨折 那是需要很大的力才能够发生的 这是创伤 当然病就像椎间盘拖出 椎管狭窄 还有肿瘤结核 还有些少见的感染 椎间隙的感染等等 都会引起腰部的疼痛 但是最常见的一种 是属于我们一般叫腰肌老损 或者就是腰部软足的损伤 这些都可以引起腰部的疼痛